大家好,我是阿辉 红枣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佳品 经常食用可以健脾养胃,补血安神 今天就用红枣飞翔超级好吃的新吃法 无油无糖,简单营养又特别的健康 首先准备200克红枣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来,放入碗里面 锅中加入300毫升的清水 盖上盖子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把红枣倒入锅中 然后盖上盖子转小火煮5分钟 煮至水分变干就可以了 煮过的红枣口感会更好 而且煮过的红枣变得非常的柔软 更利于去掉枣盒 用一根吸管轻轻一戳,枣盒就取出来了 我们再把红枣放在案板上 然后把红枣切碎 一定要切得碎一些 切好以后放入大碗里面 接下来往碗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加入100毫升的纯牛奶 三克酵母粉 继续搅拌均匀 把酵母粉搅拌溶解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普通面粉 因为枣精中含有的水分不同 所以面粉的用量大家要酌情增减 边加边搅拌 最后搅拌成像这样非常粘稠 特别有阻力的面糊就可以了 面糊越稠它的成功率就越高 盖上保鲜膜放到温暖的地方 醒发至两倍大 看一下面糊已经醒发好了 体积明显变大 里面满满的蜂窝状 用筷子搅拌一下给面糊排排气 接下来再准备三个小碗 底部和四周刷一层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粘又方便脱模 然后把面糊倒入碗中 面糊不要倒得太多 6-7分码就可以 码子表面抹上一层清水防粘 把面糊的表面涂抹平整 蒸锅不用开火 把面糊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二次醒发20分钟 时间到了 面糊也已经醒发好了 体积明显变大 变得胖乎乎了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开中火蒸30分钟 时间到了关火 麦五分钟再打开 防止回缩塌陷 哇 好香啊 浓浓的枣香扑鼻而来 每个枣糕都开花了 看一下枣糕非常的蓬松喧软 我们用手拨动一下碗边 这样枣糕就轻松脱膜了 这样做出来的枣糕蓬松喧软 像面包一样 枣香四溢 无油无糖 非常的营养健康 里面的组织也很丰富 蓬松喧软 吃起来不咽人也不发年 这样做的枣糕真的是太好吃了 一点都不比外面卖的差 如果您也喜欢就试试做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 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嘿嘿嘿 weniger